你要送个买花吗 哎对 你是买花送给自己的 老婆还是送给自己的朋友 我们又想买花 我能不能拿这个土器来给你换一束花 啊 土鸡我们这还没人拿土鸡来换 没换过呀 没有 你看一下我这个土鸡很老的 你先看一下我这个土鸡 你看一下 不行的 帅哥不行的 我们这我不是老板 我做不了这个组 换不了啊 啊 哦那你老板呢 啊我们老板现在出去买东西了 下个你这土鸡看着也挺值钱的土不卖的呢 哎呀我走的比较急嘛 因为哎 我在网上谈了个女朋友 你看我这40多岁了 还没老婆 卖的话呀 你看现在来不及了 他已经在那边等我了 我就直接想拿这个拿换一束花 那这个土鸡的话 我们这确实没换过 这换不了啊 啊换不了 要不你把他买了 换一束花给我 哎不行的 这换不了啊 哎这个是 这个是我拿换 哎呀啊 我要去东西了 嗯 那个老板娘是吧 嗯 老板娘 我能不能拿个土鸡来给你换一束花呀 你我这个网上 逃不住谈那个女朋友 走的比较急 然后来不及卖 我想直接拿那个土鸡来换一束花 用土鸡换花吗 啊 你看你看一下 你能不能你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那个土鸡 啊 你看 很土的很乖的 养了三年了老母鸡 那个包厂特别好 我们 我们还遇见过这种情况哎 没遇到过呀 啊 哎 你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嘛 这个这个真的是土鸡吗 啊 真是土鸡 真的啊 养了三年了 我家 我家也是乡乡的哎 你看一下嘛 你看一下嘛 啊 呦 你看一下 真的土鸡啊 是是土鸡是土鸡啊 那你想想想画花 啊对想画书花 我送给我女朋友 该谈的网上谈的 啊 行不行老板娘 我们还没换过 没换过呀 要不你行行好吧 你看我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 哈哈哈哈 嗯行不行 那那这样你不亏吗 我没花 没 你的你的花没有土鸡之前是吧 那是要看什么价格呀 哈哈哈 那没关系的 你随便给我花一束就行好不好 真的啊 真的 那我花一束很便宜 你就亏了 没事没事 我咽覆一下女朋友嘛 哈哈哈 行不行 可以吗 可以啊 啊 哦 那你真是还没吃饭呢 对 我们从早上忙的 现在还没吃饭呢 哇 这声音这么好啊 今天日子好 我从早上忙的 现在还没吃 哦 我也还没吃 啊 我也还没吃 我早上走得急 然后现在肚子 然后咱们想吃饭 那能不能 对付能不能请我吃一下 请你吃啊 啊 行不行美女 我老板 这是对付是你 你那一份能不能让给我吃 我那一份给你吃 啊 我有什么好处 你什么好处啊 都是我吧 鸡卖的 有土鸡来换吗 可以 但是我土鸡大卖的 然后我请你吃大餐 行不行 可以可以是吧 那你去吧 你带一份带给我吃哈 那你说嘛 我我说真的呀 我真没吃饭呢 那你再拿一只土鸡来 我给你 行 下次来我给你带一只土鸡来 行 行 那我先吃饭 你带吃哈 随便给我挑一只好不好 老板娘 可以可以 那我我说真的我都 来 在哪里吃 你们在哪里吃 嗯 我们在这里将军一下吧 啊 行行行行 嗯 那快点吃吧 你们两个谁再给我 我都我都给你吧 你再给我是吧 哦 那那行吧 那下次我再给你抓这土鸡来哈 真的啊 真的 可以可以 哈哈哈 好这个 这个辣椒不辣 这个 我们吃起来不辣 我们觉得不辣 我们觉得 哦 他这还有猪蹄啊 干的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吃的 哈哈哈 嗯 你吃哪里的 他是四川的 四川的呀 那咱们搬个老乡哎 你是四川的 我 我是 陕西的 啊 哈哈哈 陕西挨着四川的 怎么称呼你美女 怎么称呼啊 叫我美女就好了 叫美女哈 老板娘怎么称呼你 我啊 我先上你叫我小上就好了 哦 我叫大超叫他哥就好了 好的 把鸡跑出来的 哈哈哈 你看这个是不是土鸡 一会儿 知道 这才土的土鸡 抓 换了换楼子一 哎呀 这个鸡很厉害呀 我说土鸡都没这么独裁 是土的 是土的 哈哈哈 那老板娘 哎 那你帮我起来说话 嗯 好的 那那 我来给你先接待一下 啊 接待一下 啊 啊 对 不许没有 刚认识的 刚认识的哈 像我们这个花 康海星是送荡费的 知道啊 所以就是不能送你 啊 啊 就是荡费的 其他的像这些都是可以送的 啊 这个叫费罗伊德 现在在我们 呃 现在当机他也是比较 不过的 费罗伊德 啊 这个里面送什么的 送女朋友 老婆都是可以的 这个红灰辉就是 送女朋友 就是 你刚才做的也可以送 送老婆也可以送 他就是表达 就是 红灰辉嘛 就是热烈的 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 呃 粉雪山 粉雪山送女朋友 还有送老婆啊 朋友啊 都行是吧 这个是真的假的 这个是真花 这个也是今天才到的 特别新鲜 他叫满清新 哦 等一下啊 没没没 假如是你的话 你喜欢什么话 我的话 我感觉我 我和老板包这个啊 啊 就这个是吧 对 我跟包的是不是 对对对 就今天顾客订了的 哦 那就换这个是好的吧 可以啊 这个说 这几天才卖多少钱 这个啊 嗯 这个我们现在睡觉是228的 那我这个拿走的啊 嗯 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哎 他肯定会喜欢的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很多女生还是能接受的 哦 啊 大部分女生她就比较喜欢淡雅一点了 它里面这个叫曼塔玫瑰 嗯 曼塔 然后这个叫蝴蝶兰 我也会 啥气啊 肯定会喜欢的哈 绝对能成功的 但是我没叫化了 哈哈哈 我叫她两期间 然后又没听过一些是女孩子 嗯 也好不容易碰到个机会 嗯 如果成了的话 我请你自己拿吧 嗯 那那祝你好运啊 但是我来找我大婚子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走了老婆娘 好的好的 谢谢你们 你好 哎你们这个花店叫什么名字啊 刚刚有一个女的打电话 跟我说又把我这个挂了 我发现最近真的好不顺呢 说刚刚修好 现在又跟我挂了 哎 等我们去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啊 这是您的车吗 居然又是美女 这下没得赔了 这是我的车 就是我刚刚不小心就是把那个 不是你刚才叫什么 大叔啊 叫我大叔 你多大今年 我马上毕业了 好吧 叫随便叫吧 什么是你把我车撞了吗 就是我刚刚准备去上班的时候 就是那个车子 就是路太滑了 不小心就是把你的车滑了 是哪里滑的 我看一下 在那里 就不小心滑到了 就这个 我好几处哎 这个也是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太路太滑了 这个这个这个也是 嗯 哇这个有点严重哎 那怎么办 啊我刚刚都已经打电话就是 你放心你不用拍我 我不会跑 不是不是我不拍你 我简单记录一下 就你骑这个车 骑这个状态 嗯 就是我准备去上班就是 离开滑了 然后就撞到了 我以为我以为是个大车的 原来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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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 人没事吧 没事 人没事啊 但是您这个要多少钱呢 我给你赔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也不是修车的 我大家问一下吧 好吧 那怎么办 我大家问一下啊 啊 喂你好 亲公 喂 陈师傅 哎 我这个车 今天又又给别人擦到了 擦到哪里了 就是那个椰子板 就是那个前面椰子板 跟那个眼线盖 就都擦到了 擦到什么程度啊 嗯 那个又一边椰子板 有点变形 然后前面那个引擎盖子 然后上面也擦了一块 大概修一下多少钱 这么严重 你这个车如果是在4S店的话 估计要 万把块钱 那我这边应该给你优惠一点吧 应该要大几千块 万把块 这有这么贵吗 好好行吧 行吧 像这样吧 啊 啊 你们两个人也行 啊 好好好 我刚刚问了修车的师傅 他说要大几千块钱 这么多呀 啊 你也你做什么工作也没钱 没有 我我才还没发工资 还没发工资啊 对 我才 因为我才实习 然后 就只有两千多块钱 然后还没发工资才上15天 才上15天班 哎 这么不小心呢 对 我是故意的 那咋就 那我每个月就是 像每个月那你相信多少钱现在 我身上有几百块钱 但是我可以先给你 然后 每个月发工资再给你一点 你看可以吗 你分析啊要 生妹子姓真大 没笑的出来 啊 这段时间真的倒霉呀 刚修好的车又给撞坏 咋你哭了 我会陪你的 你不要哭没事哈 没得到事 没得到事想办法吧 没办法 怎么办法呀 你爸妈呀 我爸妈都在外地 都在外地啊 嗯 那咋整吧 到底 哇 那整整的挺严重的 这挂了好几块耶 这个这个东西变形了 妹子你不要哭了哈 我们想想办法解决好吗 你放心我会陪给你的 如果我要跑的话 我就不会打电话给你了 那那你怎么陪我 我每个月就发工资 就陪给你一点 可以吗